大家先請合掌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甚深為妙法 愛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欲 各位法師各位句 大家阿彌陀佛 看課本 107 頁 講到這個滴舍比丘 倒數第四行 不是 那個第二端 五十四經的第二端 二十四尊告一比丘 因為之前是滴舍 在大宗中說 他不樂修犯恨 不能分別於法 而且多樂睡眠 疑惑疑惑 那這個佛就跟這些比丘講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這個 我們說的這個飲食之量 那麼閉關根門 出業後業精勤休息 那這個滴舍做不到 所以佛陀就說 像這樣不善觀察 那麼不用功的 那麼能夠得解脫 那是沒有這個道理的 所以就是他比較 我們說懶惰懈怠放逸 思念不正知 大概就是這些煩惱 那麼其實 真正來講 多數的人都有這樣的 都有這樣的習慣性 有時候我察覺我自己 其實也有 就是說我們有時候 想要精進 但是沒有辦法一直持續地精進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也想精進啊 也想早一點得解脫啊 也想早一點見法 但是通常都是會 努力一陣子之後 那麼就開始會 就是會累 然後會疲倦 然後會無力感 就會有這種現象出身 然後就會又 有一點就是我們說高高低低啊 那一般說來就叫進進退退 那麼進三步退兩步 進三步退兩步算好的喔 有的是進兩步退三步喔 那麼 所以有的一退 跑跑很快 進十步 但是一退就退一百步 真的就是這樣 那麼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呢 當然就是 第一個是 你看不到未來 你不知道到底要做到什麼時候才可以 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才可以 那你又不知道 我現在是在什麼程度 我要做到什麼程度 就好像你就一直看醫生一直吃藥 但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好 到底要怎麼樣才會好 你就開始會憂慮 那麼幾次以後 然後 剛開始很努力的看醫生 很努力的吃藥 但是幾次以後 你就 反正 反正也不會好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好 所以你就後來 有也好 沒有也好 就開始有一點 反正 反正也只能這樣 那麼 這個慢慢慢慢就有一種 就是說 我常常講 叫做精進無門 用功不喪 會有這種 會有這種感覺 我想精進 但是我不曉得從哪一個 哪一個地方精進 怎麼樣精進 我想用功 但是每次用功 都看不到效果 那麼就開始 我們說疲累 這個四十二章經裡面也有 就是 容易疲累的人 通常都是 特別用功的人 但是 用功沒有方法 或是看不到 就是那個信心不夠 其實最主要還是信心不夠 那我們講 講一個最實際的例子 二十一兒就好了 二十一兒他家那麼有錢 他看到大家都解脫 正阿羅漢 他其實也不曉得解脫是怎麼樣子 但是 看到大家都解脫了 跟著佛 他的這些堂兄弟 左右鄰居 都跟著佛修行解脫了 他想 他們可以 我也可以 然後就努力出家 這個 他的家庭狀態何來 他就出家 出家之後 非常努力的用功 用功 用功到一陣子 甚至人家在休息 他都在用功 但是 看不到自己用功的成果 開始就會累 堅持不了很久的 開始就累了 累了就說 不然再試試看 再用功 不行 他就開始 算了 我不是這種根器 就會這樣 我的業戰 我的智慧還不夠 我還是做別的好了 所以二十一兒他就怎麼樣 他就心裡面就退了 退毀了 叫做退跟轉 他心裡面就開始退轉 那 心裡面這樣想 開始就有這種想法了 我這麼用功 拋棄了家庭 拋棄了一切的享受 這麼辛苦 這麼用功 但是 比我慢的人都解脫了 在我前面的人很多也解脫了 跟我一起來的也很多解脫了 我比別人還用功 但是我就是不能解脫 這樣看起來 我好像是 這一次是沒有解脫的因緣 好像沒有解脫的福報 還是沒有解脫的智慧 沒有解脫的因緣 那怎麼辦呢 好吧 那既然 再怎麼用功都不能解脫 那乾脆 我走另外一條路好了 所以他就想還屬嗎 我回去 好好的賺錢 來扶持佛法 可能還比我在佛法中用功 還得到的多 所以他就想一想 就怎麼樣 要回去了 那 還好佛陀知道 那 所以 再把他叫過來 告訴他 你的心 因為他的問題是 心太急 那 我們有時候也會急 但是 我們也不是只是急的問題而已 我們有時候也不急 但是 有時候也急 就是說 我們的心發起來 其實 其實我發現 大家都一樣 有猛心一發起來 可以命都不要 但是 你這種不要命的精神 那麼沒有看到成果的時候 就 慢慢慢慢就 就覺得 這樣也沒有意思 就開始 往後退 往後退 開始會先停下來 沒那麼用過 後來慢慢 因為累了 我們叫做身心俱疲 然後就會產生 叫做心力交瘁 就會有這種 其實我是 我是過來中人 我知道 那麼 開始就會覺得 開始就會覺得 就是 在等待 等待 等待音樂 先停下來 等待音樂 會有這種心 那是佛法講精進 也不是說 沒日沒夜的用功 不是這樣 真正的用功 不是在身體上 一直拜佛 一直念佛 而是 你那個心 要平靜 面對的一切境界 你都能觀察 然後讓心不浮動 就是讓心處於一種平靜 那平靜基本上有 主要兩種內涵 一種就是 心不浮動 那麼心真正能不浮動 主要是因為你看得清楚 就是它有會在裡面 那如果沒有會的不浮動 它只是定力 扶助而已 這個還不是根本 等定力退了 就開始浮動 所以你要能夠做到 二六十中都正念正知 那其實是 你要常常培養這種 覺察性 那麼你才有辦法真正的用功 要不然 但是就是說 你不急不躁 當然 我們叫做不急不緩 這個也是佛陀跟 二十一兒講的 就是說 我們也不是不當一回事 但也不是就只有這麼一回事 就是說 你要常常保持你內心的平靜 那我相信像滴舍這一種 滴舍是 滴舍是比較 比較沒有那種就是 觀念上還有很多是錯誤的 滴舍這一種 觀念上很多錯誤 他的那種 他的這一種 懶惰懈怠放逸 那麼他是經常都這樣 而且他自己 其實他自己也知道他的問題 你看 他在大眾中說 我不能分別於法 不樂修犯恨 多樂睡眠 疑惑於法 那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是從 他對佛法 沒有正確的了知這一點來 那麼所以他還不知道 我們知道我們說 沒有下手處 沒有下手處 其實修行起來很累的 很累的就是 你不知道怎麼用功 不知道從哪一個方面去用功 那通常我們的用功就是 沒有思維的嘛 念佛 誦經 拜佛 拜燦 就是跟著大家念 跟著大家唱 跟著大家做 就是這樣而已啊 那你自己一個人就是 照著金扁做 照著儀軌做 照著節奏做 就這樣啊 通常我們用功是這樣用功 就照著節奏嗎 一個人就照著節奏嗎 然後照著儀軌嗎 那大眾就跟著大家嘛 隱慶起來就起來 隱慶下來就下來 拜就拜 走就走 也不用想太多 那麼這樣的用功 也是用功 但是這種用功 沒有 沒有用到那種心裡面去 就是佛法最重要的那個成分 被抽走了 佛法最重要的成分是什麼 智慧 智慧就是什麼 文師修嗎 那重點是如理思維 所以我常常講 如理思維很重要 那麼有煩惱的時候 就觀察這個煩惱 掀起來了 然後再進一步觀察 這個煩惱是怎麼升起來的 那你就會發現這個煩惱 基本上 煩惱的升起 不外乎從六根門頭 所以這個叫根綠語嘛 就是這裡講的 那麼不守根門 現在 現在他也有這樣 就是佛陀 佛陀告訴這個比丘 因為他在 他在這個 他在這個大眾中直接說 他對於佛法 不明白 也不太想明白了 所以他 不能分別於法 就是他 佛陀講的很多我都不知道 佛法到底在講什麼 我也不知道 雖然不知道 但我也不是很想知道 也不是一定要知道 大概這樣 有很多人是這樣子 就譬如宋文靖 他經典在講什麼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也不用太清楚 有一些人也會這樣 就是說 比如說他覺得自己有病 但是不想去檢查 因為檢查來 確定他什麼有病 他就更煩惱了 類似像這樣 那麼他也許也不想面對 這樣的一個現實 或是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他說不能分別於法 就是對於佛法 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那麼什麼是道 什麼是滅苦之道 那他沒有很清楚 什麼是煩惱 如何滅煩惱 那麼這一部分 他沒有太用心了 所以因為這樣 他就不熱羞犯 煩惱是清淨的 因為法 所有的法 都是對之煩惱的 煩惱是根本 所有的法都是對之煩惱的 沒有煩惱 就不需要法 沒有煩惱和就不需要 波勒傳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那麼所以他就不熱羞犯惱 那麼犯惱就是把煩惱斷 斷尽了 清淨 清淨的犯惱 他也不需要清淨 反正這樣可以過就過 所以他就在五欲上 五欲上染灼了 所以五欲裡面一個 主要他講是多熱睡眠 反正累 他也累 但是他已經學佛了 已經出家了 好像不這樣做又不行 但這樣做又做不來 所以就卡在那裡了 那其實這個很多人也有這種情況 那時時我也有時候也會遇到這種情況 那怎麼辦呢 以前還沒有讀這麼多經 還沒有讀這麼多阿安經 那麼唯一的方法就是先停下來 先休息一下 休息到什麼時候呢 休息到覺得我不能再休息了 再站起來 通常都是這樣 就覺得不行 這樣過生活不行 一定要振作 一定要振作 就再起來 再起來沒多久又這樣 就反反覆覆 我們叫做進進退退 進進退退 在進進退退之中找方法 所以你要增上 那這通常的問題是因為你的觀念還不是很清楚阿 老實說 所以菩薩道 菩薩道更難 菩薩道更難 解脫道已經不容易了 菩薩道更難 那如果要修人天道那就還好一點 那但是解脫道它有牽涉到要斷煩惱的部分 人天道沒有 就增上身心的沒有 它只要努力行善就好 這個比較容易做到 我就努力行善 行三千善 五千善 反正就這樣做 有一個目標 我就把它做完 幾件幾件 其實這個比較容易 那麼要時時看到自己的煩惱 調伏自己的煩惱 控制自己的煩惱 這一點就不容易了 斷除煩惱這個要在後面講 就是要先 能夠覺察到煩惱 能夠控制煩惱 能夠調伏煩惱 這個都會讓你覺得很累 非常累 就不容易做到 但是你沒有這樣做 其實 你就沒有辦法真正看到你自己的進步 所以你看到自己 像有一些人 多數 多數會著迷在那種感應 看到佛啦 看到光啦 看到蓮花啦 看到天然 反正看到這些有的沒有的 身體生病忽然間好了啦 身體忽然間賺錢了啦 就覺得佛法有感應 這個其實不是 佛法真正的感應 不是 不是你本來沒有的 那麼這些福報啊什麼 通通現前了 本來看不到的 看到佛啦看到光啦這些 現在看到的不是 而是你能看到煩惱 而且你有辦法調補這個煩惱 這個是真正的感應 就是你看到煩惱 看到一切境界 你不動心 所以前面也有講嘛 動則為魔夫 不動 不動就比較可以解脫嘛 那麼 這一部分其實不容易 那你要遲時保持這種警覺性 其實 不容易 那而且問題是 你就算你看到了煩惱 你多數是無可奈何的 那你哪一天 你哪一天發起油門心啊 想要調補煩惱 你會發現 多數是你被他調補 偶爾你才調補他 所以這樣久了之後 開始 會累 我們說會身心疲累 所以你又說 什麼是真正的修行 普賢菩薩那個叫真正的修行 大修行 大行 身口異業無有疲願 我有時候在想 這個是等絕菩薩的境界 我們基本上 要朝那個境界 但是就是 這中間常常會讓我們 我們不是思念而已 我們會失落 就是有一種失落感 那麼就好像有一種 好像說 你一個人走在一條路上 沒有人可以幫你 就算很多人 也沒有人知道怎麼幫助你 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 你很孤獨地走在一條路上 走看又看都沒有看到 跟你同樣的人 但是你不往前走又不行 往前走自己又沒有力量 又不知道怎麼樣增加自己的力量 那麼 所以有時候 不容易其實就是在 你這種心調不過來 那麼所以一般要講五根五粒 其實就針對這種 比較無力感的人 那你要不斷從佛法的理解上 增加你的信心 那麼不斷 先找一個簡單的法門 那麼你從中看到你的功德 那不斷不斷在這一部分 了解你自己 了解佛法 真正的信心要從了解中來 不了解就生起不了信心 你要真正了解你自己 然後真正了解佛法 那麼你才能夠帶著信心 去修學 你覺得擁有就會很有的 你就會得到 你就會很殊勝的佛法 因為你對佛法有信心 你也對你自己有信心 所以當你在追求佛法的時候 這兩個結合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可長可久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我發現多數的人 要不是對自己沒信心 就是對佛法沒信心 對自己沒信心 是來自於不了解自己 我現在到底在什麼樣的層次 那麼我們說 沒有信心是透過比較來的 那這個叫做我勝我等我列 那麼你跟賢勝比較 當然你就是列 那你跟這一些外道比較 那你當然就勝了 那所以 但是你 你怎麼樣只是看到你自己 你跟自己比較 我現在跟我以前比較 你不要跟其他人比較 其他人比較你看你跟誰比 但是你跟自己比較 而且你用功一陣子 你就會發現自己在進步 那這樣就有信心 那從這一點 你只看到這一點就好 那你其他不用說 怎麼別人都這樣 像二十億兒 二十億兒為什麼會退行 跟其他的人比較 跟舍利伯比較 跟阿難比較 跟誰比較 他會退行 但是他也找不到方法 沒有下手處 我們說 他就是一直 一直用功 他找不到下手處 那就是他的一個關鍵點 就是他那個心太急躁 急於想解脫 這種觀念 那這種觀念 其實有時候我們也會有 我們也會有 那我就說過以前我在服演的時候 接到過一個電話 那以前 以前我還在家的時候 其實我只要知道哪裡 有那種善知識 我就會去 真的 後來我去宜蘭的時候 親近過一個法師 那是沒有幾天 我就發現他 觀念不正確 後來我就離開了 這樣過了十幾年 後來我去服演出家 在服演 做教務長的時候 忽然聽到那個法師打電話給我 他不知道怎麼找到 我在服演 他打電話給我 他打電話給我 跟我說 我告訴你 我知道有一個阿羅漢 你只要去 在那邊畢生死關 你肯定可以解脫 我跟你保證 那我就很動心 你知道嗎 我就要去 我就很想去 但是因為我們聽到說 保證可以解脫 我們就心動 但是天底下哪有保證解脫這種事 不可能嘛 但是你一聽到保證解脫 你沒有想那麼多 你心裡面就會動心 你很想去 但是又心冷靜下來 如果有人跟你講 他保證你可以得解脫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只有 因為佛也不可能 保證誰可以得解脫 但是他可以幫你收集 你到了這個程度 他知道你可以解脫 但是你都還沒解脫 如果你正出國 他就跟你講 你保證你可以解脫 你是凡夫 他沒有辦法保證你解脫 因為你已經斷生死根本了嘛 那當然 這種 你仔細想就會發現 有問題 可是我就會覺得 為什麼我會這麼動心 就是以前我們也曾經 我們說 我們學習佛法 尋尋秘密 尋尋秘密 總是要找到一個最正確 最快速 最有力 的方法 那麼現在說有了 那我們很容易 就 那種思維力就不見了 就只是要獲得那種果報 那這樣就很容易 有時候很容易走偏 好 那麼我們現在只是說 講到這個低捨的問題 那低捨最主要的問題 其實佛陀有指出來了 他說他是不守根本 那麼不守根本其實就是 他沒有察覺到問題的根本在於 你的心 那你的心為什麼會起煩呢 因為你 跟成事 就是你的 你的心 透過這個感官 接觸這個境界的時候 你不斷 你不但 不斷的在五欲上 直取 想要獲得什麼 想要獲得什麼 所以他 不守根本底下就是 飲食 他就是我們 一般比較常有的 就是吃飯 睡覺 大概 大概就是這兩個 那麼 那麼所以 飲食不自量 初夜後夜 心不覺悟 那 那這 這當然也是因為他沒有 對於所學習的佛法 沒有時常意念在心 沒有這樣 所以這個陳佛之道叫做 密護根本 飲食自量 勤修瑜伽 正知而助 基本上是這樣 好 他說假設 其實這個用起來是有四點 但是其實 重點就是沒有覺察力而已 我們叫做沒有正念 沒有正知 那沒有正知 正念你所正知的法 沒有這樣 就是你常常意念想起 我所正知的法 比如說 我們簡單講 無常 跟無我 那有時候我在講 我今天早上還在那邊想 無常 因為佛法常常講無常 有無常 而得無我 可是 我今天在想說 無常 無常其實是顯而易見的 無常的現象 其實顯而易見 就花開花開 其實真的是無常 生命也無常 我們看古來的 古來的大德 古來的 即使是 奴家的 其實都知道無常 都知道無常 有生老病死 這些 其實無常顯而易見 但是 有無常 就能夠知道無我嗎 好像也沒那麼 好像你一直觀無常 也不是就能知道無我 有時候你一直觀無常 只是一直感嘆 事件無常 事件無常 我為什麼這麼苦 那麼 其實觀無常 有時候讓你感到苦 但是這個無常跟苦 好像也不是那麼 就這樣進入無我 沒有啊 沒有啊 那為什麼 佛教一直強調 無常故苦苦故無我 可是無常故苦 我們是很有感受的 這種道理是 這種道理是我們叫做明顯易見 但是無我這種道理 無常就無我 苦過無我 這種道理 生細難聊 就是 好像 無常也不是無我 無苦也不是無我 會這樣 所以它那個關鍵帶 你在哪裡呢 基本上就是 無常要從 身心的無常上去看 因為我是指 身心的一種 具體存在 那我們 我們通常看無常 基本上跟我們的 身心的變化 比較沒有直接的關聯 都是境界的變化在看無常 人事的變化在看無常 人情的變化在看無常 都是從這個地方關無常 那麼從這個地方關無常 增加我們自身的危機感 跟自身 增加我們自身 那個我的 有些反而會鞏固 這個我 我見 我愛 因為無常嘛 所以得不到的要趕快得到 那不容易得到的要趕快收好 反正就容易這樣啊 因為無常啊 所以沒有的東西要趕快去擁有 已經有的東西要趕快保 保固 保存好 免得無常一來 我什麼都沒有 你看 一般是這樣想的啊 所以這個無常觀也不能就度無我觀 那佛法 反覆反覆教的無常觀是 觀身心的無常 你就是從境界的無常 一定要看到身心的無常 你要想想我到底是什麼 我到底在執著些什麼 我到底需要些什麼 什麼是我 要從這個地方去看 那 就是說從身心 所以它常常都是從五運六處嘛 從五運六處 這樣去看 看到底 到底什麼是我 為什麼我需要這一些 為什麼我執著這一些 我真的需要嗎 那麼從這裡不斷去看 到底什麼是我 身色受想行事 所以它從很多角度 叫你觀 這個五運過去現在未來 內外豪醜出息遠距 那如病如庸如刺如殺 只是讓你體會到苦而已 但是苦還不一定無我 那麼有些人越苦 他那個我質越重喔 其實就是這樣嘛 那所以它最主要的還是去看這個心 其實最重要就是看這個心而已 所以我們說大聖合法 後來就以這個心 那麼簡略來觀 過去心 現在心 未來心 也不用什麼受想行事 也不用什麼受想行事 受想行事就是一個心 過去 現在 未來 內外 中間 善 惡 無忌 寶基金把善惡無忌 又改成 貪 稱吃 惡裡面的貪稱吃 因為貪稱吃是眾生 現有的 常有的煩惱 而且是比較明顯的 所以它就從 到底是貪心 稱心 痴心 到底是在內在外在中間 到底是過去現在未來 哪一個心是我 我是哪一個心 那麼 從這裡不斷去關照 不斷去關照 那這種關照要有力量 關照也不是 隨便閒閒坐下來想一想 我告訴你 這樣是沒力量的喔 你有空吃飽了 隨便閒閒坐下來想一想 當然一開始要培養這樣 閒下來的時候 有空的時候 睡覺之前 吃飯之後要想一想 那麼就是有空的時候 等待的時候 你不管你是等公車等什麼等什麼 你就 在這個空檔的之間你就想 那麼你也可以這樣想 我在等什麼 我是什麼 反正你就很少在想這個問題 那麼你在 用佛法教我們的 過去現在未來 叫三十嘛 三十求嘛 內外中間 阿暗經就講內外而已 但是 他要這樣一系列講 就可以是內外中間 然後 善惡無際 或是說 你就一寶基金講的 貪生吃 你這樣去觀 從這個心 最重要就是觀這個心 所以你看四念處 中間 無我前面是什麼 觀心無常 觀心無常 而不只是觀這個 三合大地世界無常 不是 重點一定要到 觀心無常 那麼才能夠趨入觀法無我 那麼 這一點如果沒有弄清楚的話 你雖然 常常在觀無常 常常也知道無常 深刻了解無常 但是 無常並不會讓你的我值減輕 反而會讓你的我值加重 會這樣喔 好我們往底下看 再往底下看 他說 那這個是前面講到低捨比丘的問題 那其實也是我們多數人的問題 就是 我們說要精進很不容易 而且要克服掉身心的疲累 那這個必須具足強大的信心 有力量 有力量才走得遠 支持得久 所以他講 世尊就跟比丘說 你去跟低捨比丘說 我找他 大師呼呢 就是說我找他 那佛頭跟一個比丘講 你去把低捨比丘叫來 那麼 比丘就跟佛講 好的 我去請他來 那麼 前禮佛主 一低捨捨 而作誓言 就是他頂禮佛完之後 就 就去低捨的療房 找他了 就跟他講 長老低捨 出家也很久了 那麼他據說也是佛的親戚 應該算表弟 他媽媽那一系的 爸爸這一系的是堂弟 像提伯達多阿難這一些 那低捨算是摩耶夫人那一邊的 算是他表弟 那 這個 應該也算出家久了 所以他叫他長老 低捨文明亦是遵守 其守禮足 卻住一面 而時日 世尊與低捨比丘也 你看佛頭 佛頭聽到 因為低捨在大眾中這樣講 那麼佛弟子就去跟佛頭講 那佛頭聽到了就把低捨叫來 那佛頭不管誰跟他講什麼 他第一個一定先求證 一定先求證 即使人家說捨立佛怎麼樣 他也心知肚明捨立佛不會這樣 但是捨立佛來了 他一樣跟捨立佛講 有人說你這樣 你真的是這樣嗎 捨立佛當然就說不是 他也知道 但是因為有些人就這樣 講給他 捨立佛沒有這樣 那低捨叫他來 有人說你這樣 有人說你這樣 你實詐 他說有沒有這件事 在眾多比丘在吃飯的時候 食堂 大家吃飯的時候 在食堂 那麼這樣念 諸長老我不能分別以法 不樂修犯恨 不樂犯恨 多樂睡眠 疑惑以法 你真的有這樣講嗎 在大眾中 在吃飯的時候這樣講嗎 低捨就跟佛講 是的是尊 那佛就開始 要教化這個低捨了 那就跟他講 好 那我現在問你 隨你所知道的回答我 其實你所想的啦 你所知道的 你是怎麼樣想的 你告訴我 就隨奴義的 好 他說 你認為怎麼樣 假設 我們在這個設法上 那麼在 現在是運相應 運相應 只要講到設 只要講到設 那一定是代表身體 當然 有時候也會延伸 延伸到 我們說 這個身體之外 一切的物質 如果六路促 促相應裡面講到設 設 它基本上就是 眼耳鼻舌生意 設身香味出法 那個設 那五運裡面講到的設 就是設受想形式的設 這兩個是不一樣喔 我們 手畫一下 那麼這個設是設身的設 那麼促相應的設 是設法的設 不一樣 就五運 設受想形式 當然有時候也有例外 設受想 不過一開始講設 都是指設受想形式的設 那這個設 就是地水活風 那麼 這個設就包含 包含眼耳鼻舌生意 設身香味出法 眼耳 鼻 舌 身 因為舌生 總共說起來就是這一些 眼耳鼻舌生 然後所面對的 舌生香味出 都是在設法裡面 所以舌法有十一種 就這十種再加上一個物表舌 舌生香味出 這個全部都是設法 從六路處裡面 但是六路處裡面的設 有可能單指這個設 有可能單指這個設 那五運的設裡面 主要是指設身 但是也有可能 延伸是全部指這一些 好 那我們看 他說 若於舌 就是在這個 這個舌身上 不離貪 不離欲 不離愛 不離念 不離渴 那麼 這裡 把這個貪愛 那麼用了幾個名詞 來代表 貪欲愛念可 這五個層次 有一些講得更多 他們有一些就簡單講 那這種可以說它是 同一個概念不同的名詞 就有點像我 人 眾生 受者 命者 受者 使受者 騎者 使騎者 同一個概念 從不同的角度說 也有可能是 劍刺的說 它是不同的概念 它都是貪 但是層次不一樣 到渴的時候 已經是 我們說 沒有不行 沒有水會死那一種 就是 渴望 就是口渴 你沒有水 你就很難過要死了 那一種是最嚴重的 貪 就是我沒有這個東西 我會死 就好像我們說 這個 摩登犬女 一開始只是 一開始只是 這個 愛阿難而已 後來慢慢慢慢 越來越嚴重 嚴重到 如果沒有阿難 他就寧願死 他甚至絕死不要吃飯 只是因為阿難不能跟他結婚 所以他就願意死 他寧願死 那個已經是很嚴重的程度了 那我們對於這種色身 或對於物質 對於這些世間的這種貪愛 有些包括名利 權位 這種種 那麼 也有這種層次上的差別 就一樣是貪 但是到底有多貪 一樣是愛 貪愛有時候是放在一起的 到底有多愛 那麼 這個層次不太一樣 好 那麼 這裡看起來就是比較有層次的說法 貪欲 然後有愛念可 比色若變 他說 假設 簡單講就是你很喜歡這個東西 或是你很喜歡這個身體 不管是你自己的別人的 那麼比色若變若意 假設 他產生了便意 那你認為怎麼樣 你會不會擔憂 憂憂惱苦 擔憂他會變 不知道變得怎麼樣 他已經變了 那麼你就會產生憂悲惱 你是會還是不會 為佛言 那麼你會不會產生 就是說 你所貪愛的東西 或是貪愛的身體 我們說五印基本上是講這個身體 你所懶愛的身體 比如說 他為什麼懶愛他很簡單 他不樂犯恨 因為很辛苦 會累 所以為了讓他自己不累 他喜歡睡覺 那麼吃飯 喜歡吃什麼就吃什麼 也沒有節制 那麼高興就吃很多 好吃就吃得很多 那麼這個就變成 這個其實是對身體貪愛的一種 一種現象之一 因為這個對身體好嗎 那麼他吃得很舒服嗎 感官啊 刺激嘛 所以他說 佛陀就問他 那麼假設 你所喜愛的這一些 比如說你的身體 或是你所擁有的這些東西 那麼它產生變異了 就是本來是你的 後來不是你的 本來是好的 後來變不好 本來很多的 後來變很少了 那麼你會不會煩惱 簡單講 會不會痛苦 低蛇就跟佛講 是的 世尊 假設我們對這個身體 或是我們對擁有的東西 我們非常地貪愛 那麼這個東西或這個身體 假設產生變異的時候 那麼實在是我們會痛苦 會煩惱的 那麼 世尊確實是這樣 那麼佛就跟低蛇說 非常好 非常好 低蛇 正是應該這樣 不離貪欲說法 因為 佛陀為什麼這麼講 佛陀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低蛇在大眾中怎麼說 我 我不分別 我不能分別與法 有沒有 我沒有辦法 了知 應該要怎麼修 什麼是三 什麼是二 什麼是修 佛陀就跟他講 那你要怎麼修 其實就是你先要知道 我們說他的觀念 你先要知道 你要修些什麼 你要怎麼修 為什麼要這麼修 就是你要修行 先了解為什麼要修行 那要修些什麼行 要怎麼修 佛陀就跟他講 因為 你會有痛苦 所以你必須要離苦 那痛苦從哪裡來 痛苦從你執著這些設法來 那你要怎麼修 那現在就告訴他 就是你先知道 你的痛苦 你會不會痛苦 會啊 你因什麼而痛苦 因為 你希望的 擁有的 或是你希望保持的 不管是你的色身 還是你有擁有的東西 這些產生變化了 你會不會痛苦 會啊 那怎麼解決 一般人的解決就是 那盡量讓他不變化 盡量讓他保持擁有啊 對不對 一般人就這樣解決 所以 老師在想那個青春永住的問題 那麼就是盡量讓他看起來不老不變 延緩嘛 盡量保持他不要變嘛 可是他實在是不能不變的 他終究會變的 那怎麼辦呢 你的心大量的 大量就是 專注的在保持讓他不變 這個是徒勞無功的 那你要怎麼樣 你要 你要做的不是 盡量讓他不變 而是 在做到你的心 在面對這種變化的時候 不會產生苦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會苦 因為 有貪愛 有執著 那這個就是叫他分別了啊 分別於法啊 因為他不能分別於法嘛 所以他就跟他講 正因如是 不離貪欲說法 就是 所以佛陀有講嘛 如果有人告訴你 那個 舍利佛跟這些西方比就講 如果有人問你 你回去 你們師父跟你講什麼 你應該這麼講 我師父會教我 調伏御貪 他就這樣 因為御貪段 就決定 可以正阿羅漢 御貪段喔 下一身 御貪段就正三果了耶 下一身 這一世過了 下一身 就等於等絕菩薩啦 等絕菩薩也是一身補助嘛 下一身就成佛嘛 正三果的居士或法師 那麼下一身就正阿羅漢 神文裡面的等絕啦 所以他是 他叫做 也叫做一身補助了啦 但是他不是成佛的了 所以 第一者 他說正因如是 就是這樣 分別於法 那麼 而且 也不離貪欲所法 就是你要這樣去分別 你所修學的法 就是你要去了解啦 其實就是 你要去了知了別啦 分別去去了別 你要去了別 你所修的法 到底在修些什麼 修些什麼 從這邊來看是修些什麼 對之貪 就是這樣嘛 貪從哪裡生起來 從心 執著這個境界 染著這個境界生起來 那貪怎麼 貪怎麼生起來的 透過什麼 透過感官 根門嘛 所以叫做根律 所以叫做 他要修六根嘛 所以 佛法叫做 這個叫做密護根門 密護於根門嘛 好 這是第一點而已喔 好 那還有 會從哪一個地方生起來 就是說 我見我愛這部分 現在從我愛 那麼 你想做這些事 比如說 你對這種 對這種飲食的慾望 對睡眠的慾望 那麼這一些其實都是 身體上的需求 那麼當然 我們也要照顧這個身體 但我們不能太執著這個身體 但是你也不能夠不照顧它 你也不能夠只是要照顧它 就是說它要中道啦 你完全不照顧它 你會被它折磨的 你連修行都不能修 你就只是要照顧它 照顧到最後 你就什麼都沒有 只剩下一堆白骨 還是什麼都沒有 帶著葉 還是什麼沒有 因為它最終還是什麼都沒有啊 所以 你不能不照顧它 也不能只是要 一輩子就只是照顧這個身體 這個不行 那麼 這個輪迴很快就來了 所以 這個是重道 那如果你非常 太看重你這個身體啊 你就有個現象 你就變成 那麼一點點苦或一點點累 你都不要 你就是 那你就是常常去滿足它 那滿足最大的滿足就是飲食跟睡眠 基本上是這樣 通常是這樣 好 那我們在底下看喔 它說 滴舍於受想行事 在五蕴裡面 色身 還有這個心 不離貪 不離欲 不離愛 不離念 不離可 那麼 受想行事 若變若毅 當起煩惱 那一次問他 當起有悲勞苦也 為佛也 那麼 滴舍就說 是的 假設 我們於受想行事 不離貪 不離欲 不離愛 不離念 不離可 當受想行事變異的時候 那麼真的會受苦 那這個是說什麼呢 就是這個色身嘛 我們 我們就是 那麼 比較 依這個五蕴來講 就是這個色身 變的時候 我們會痛苦 就不好看了啦 有疤痕了啦 怎樣啦 反正類似像這樣 我就會感生優苦 那麼第二個就是 受感受 本來是好的 現在不好了 本來是 本來很好吃的 今天吃到不好吃了 那麼 開始就會 不喜歡 那麼一天不喜歡 會忍耐 兩天不喜歡 會忍耐 三天不喜歡你就生氣了 那麼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說 他變異 那麼你就會產生 因為你覺得應該是這樣 那麼現在不這樣啦 那個是感受的問題 本來是熱受 後來變苦受了 那本來是非常好的 現在沒那麼好 這個是感受的問題 就情感上的 你給我的感受很不好 那開始就 兩個人就不好了 那你這句話 讓我感受很不好 那後來就不好了 那麼基本上 我們還是就是對那種感受 那麼你受獲的態度 讓我感受很不好 那麼這種 這一種 這一種基本上 就是產生變異了 那麼想 就印象 這印象也改變 以為他是 怎樣怎樣的人 現在想不到 你原來是 這樣這樣的人 這也很常見 那麼會不會產生苦 會 會產生煩惱 我以為你是怎樣怎樣的人 就是印象中是美好的嗎 我以為你應該是怎樣怎樣的人 想不到你是這樣這樣的人 就印象 所以 這個感受 受 想 印象 認識嘛 你原來是這樣 你的印象中是這樣 現在不是這樣啊 有不好的印象了嗎 那行其實就是 你那種思慮 你那種決定 後來你就開始 我決定不要再 就是說 你原來 原來的想法是這樣 那就是 你的思 思想 是在這邊 你的決定意志 你本來是這樣的 後來你決定不要這樣 那 事就是了別嘛 就是 你對於這一些 受想 對於一些整個境界的 透過感官的一個了別 就是 透過眼睛叫眼視嗎 透過耳朵叫耳視 你對於這些了別的 也產生變化 所以 因為它變化 它不符合你的期望 不滿足於你的執著 那麼 沒有相應於你的我愛 跟我見 所以你就產生煩惱 那 煩惱 煩惱持續 它就有力量 它就讓你產生痛苦的感覺 痛苦再持續 那麼 你就依這個痛苦 再起煩惱 這個就叫做一個循環 好 先下課 謝謝 謝謝 謝謝